吉安湘110年度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大会 气候了上午隆重的登场 乡长游淑珍和立委傅坤奇 代表会主席邱美云以及地方各界人士 共同向23位模范父亲和12位好人好事代表 献上了敬意和祝福 同时也亲自颁证了匾额 肯定获奖者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无私奉献 共同撑起了吉安湘的一片天 吉安湘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代表 在家人亲友陪伴之下逐一接受表扬 现场民众也都竖起大拇指 给吉安湘的爸爸们一个大大的赞 乡长游淑珍表示 爸爸是家庭的依靠 更是全家人强而有力的资助 每一位模范父亲用自身的人生故事 谱写出吉安湘最动人的佳话 也成为各界学习典范 而好人好事代表则是生根基权 吸手相公所用爱照顾社区邻里巷弄 更够吉安湘千万雄兵的服务能量 爸在你家 今天吉安湘爸爸节表扬活动 特别为爸爸们准备了各自化的感谢状 还有一杯我们暖暖的茶杯 要提醒爸爸该休息的时候给自己喝口茶 谢谢爸爸相坐三承担起我们家庭的责任以外 更承担起社会服务工作的能量 借由爸爸节的活动同时表扬好人好事代表 谢谢长期的志工 谢谢为吉安付出奉献 无师无求的好朋友们 今天借由活动 我们也跟大家献出感谢跟掌声 谢谢为我们吉安一起努力 谢谢爸爸 谢谢好人好事 因为你们都是最佳的吉安典范 感谢有您 为了带给模范父亲们最难忘的回忆 乡公所也特别邀请海星中学服装设计学成的同学 在校长陈海鹏率领之下 带来融合多元族群元素的服装走秀表演 同时还有魅力适色的异国风情肚皮舞表演 还有充满热情活力的原住民舞蹈 让爸爸们卸下平常的严肃形象 换上开心笑容 融入全场的欢乐氛围 吉安乡公所也特别用心制作了充满纪念意 意义的影像专辑 还有专属表扬状 精美食用礼品及古早味大蛋糕作为祝贺的礼品 而央阅美地住家酒店也提供了有机豆奶礼盒 要让爸爸们健康增肌永保强壮 谢旅会节安商报导